你出道了幾年了 你覺得出道後有什麼新鮮事? 其實我是一個停不了的人 所以我覺得要我停的時候是最辛苦的 一段時間活動期完了 我們會有休息的時間 那段時間對我來說是最辛苦的 還有因為Comeback不是一個穩定 不是一個指定的日期 是公司安排的